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盖尔泰保 我们接着来讲,在二战结束之后,帮助纳粹战犯逃往南美的胡达尔主教 那么上次我们说到,胡达尔主教在二战期间,在罗马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流放的状态 不过呢,他也曾经有几个举动被史料记载了下来 一个举动呢,就是在1943年的时候 胡达尔主教曾经给当时罗马的军事总督斯塔赫尔将军写了一封信 敦促他停止一切针对犹太人的行动 而且呢,他的这封信,也的确让斯塔赫尔将军出于对罗马特殊性的考虑 而暂停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另外呢,有资料显示,胡达尔主教曾经利用他的身份 庇护地下抵抗组织成员,以及从战俘营里逃出的盟军战俘 那么胡达尔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那么有一些人认为,胡达尔很有可能是我们之前曾经给大家详细讲过的 以卡里纳斯将军为首的德国军事情报局 驻扎在梵蒂冈的县人 那么到了1945年之后呢 胡达尔就开始帮助前纳粹分子和来自巴尔干地区的乌斯塔沙的人 在海外国家寻找避难所 他认为他所做的事情是为那些没有任何罪责 而成为邪恶制度失败的替罪羊的人提供帮助 他使用奥地利驻罗马办事处的服务 给这些人发放必要的身份证明 让他们可以移民到阿拉伯和南美国家 在胡达尔曾经帮助过逃亡的那些纳粹分子中 比较有名的像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指挥官 弗兰茨斯·斯坦戈尔 他就是在胡达尔的帮助之下逃离到欧洲 斯坦戈尔后来回忆说 当时他去罗马寻找胡达尔 因为他听说胡达尔正在帮助所有的德国人 胡达尔就在罗马为他安排了住所 直到他拿到他的护照 然后给了他钱和前往中东的签证 就这样斯坦戈尔到达了大马士阁 而胡达尔还在当地的一家纺织厂里 帮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另外据说胡达尔的逃亡网络 还帮助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天使 医生文格勒 也包括后来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的艾希曼 那么在胡达尔的庇护之下 得以逃脱惩罚的另外一个著名的纳粹战犯 他的名字叫做奥托瓦西特 奥托瓦西特呢 他出生于贵族家庭 他的父亲约瑟夫冯瓦西特是男爵 曾经在奥匈帝国军队服役 他们这个家族呢 是起源于波西米亚 不过呢 这个男爵的爵位是来自于奥匈帝国 所以呢 奥托瓦西特在他年幼的时候 是住在波西米亚地区 后来呢 他们全家搬到了维也纳 瓦西特在那里学习法律 并且加入了国家和体育组织 1923年4月 他加入冲锋队 次年呢 就1924年 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并且在1929年开始 从事律师的工作 1930年10月24日 瓦西特就加入纳粹党 那么他一直在维也纳 以律师的身份 为纳粹党工作 作为法庭上被指控的 纳粹分子的辩护者 他曾经在1934年7月25日 失败的奥地利7月政变中 发挥了组织和主导作用 这次政变呢 导致当时奥地利的总理被暗杀 政变失败之后 瓦西特他就逃往了纳粹德国 1932年1月1日 他加入了党卫军 1935年 他的奥地利公民身份被取消 被授予了德国公民身份 那1938年3月12日 德国和奥地利合并 那么在合并的第二天 瓦西特就返回了维也纳 并且在1938年5月24日 到1939年4月30日这期间 在奥地利纳粹总督 英华特所领导的清算部中 担任国家委员一职 他所领导的政府机构 也被称之为瓦西特委员会 负责解雇或者强制退休 那些不服从德国纳粹政权的 奥地利的官员 1939年9月二段爆发 德国入侵波兰之后 就建立了一个 波兰总督府的辖区 由汉斯弗兰克来统治 1940年的时候 瓦西特就被介绍到了 汉斯弗兰克的首相 他被任命为 克拉科夫行政区的州长 克拉科夫呢 是波兰被德国占领期间 迫害犹太人的重灾区 作为克拉科夫最高的行政长官 瓦西特他的表现 是存在着一定争议的 有人为他辩护说 作为行政长官 他不得不面对当地党卫军 和秘密警察的狂热行动 1939年10月6日 当地的亚格隆大学 和其他学术机构的 全体教授和学者被捕 然后呢 他们被驱逐到了 萨克豪森集中营 这就引发了全世界的广泛谴责 瓦西特他就公开批评了 说这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所进行的一个行动 所以他试图释放这些 被捕的学者 但没有成功 正是因为这次 对波兰知识分子的迫害 瓦西特在1942年 在纽约被流亡的波兰人所起诉 1939年12月18日 瓦西特以总督的身份 就发出了对52名波兰人的处决令 作为当地有两名维亚纳警察 被杀害的报复 同样呢 1940年12月 他又颁布了一项法令 对伯赫尼亚的 6万8千名犹太人进行驱逐 总之在克拉克福地区 很多迫害犹太人的行政法令 都是由瓦西特签署公布的 1941年6月22日 苏泽战争爆发 那么苏联之前所占领的 加利西亚省的东部地区 现在就隶属于德国纳粹的 总督府 当时德国派到这个地区的 首任总督 叫做卡尔拉什 这个人呢 是波兰总督 弗兰克的密友 不后来因为他进行了 广泛的黑市活动 结果被西姆莱得知 西姆莱大怒 将他逮捕 枪决 在他之后 西特勒就认为 瓦西特是最佳的人选 于是在1943年1月12日 瓦西特就就任了加利西亚总督 那么瓦西特一到这个地区呢 他就拜访了在当地 颇具影响力 并且受人尊敬的 希腊天主教主教 安德烈 资德普蒂茨基 在这位天主教主教的帮助之下 瓦西特呢 就努力促进 占领的德国人 和加利西亚地区的少少民族之间 最大程度的合作 结果呢 瓦西特就发现 他和党委军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1943年2月17日 在克拉克夫所举行的 政府会议上 瓦西特呢 就公开反对 将加利西亚地区的城市 德国化的计划 他认为这个计划 将导致这个地区的 大量人口被驱逐 他当时就说 德国在战争期间 对东部的殖民统治 将导致生产崩溃 而当时在这个地区 忠实地执行殖民计划的呢 是党委军大队长克鲁格 所以瓦西特和克鲁格的对抗 越来越激烈 为了避免计划的争吵 希姆莱当时向瓦西特 提供了 搬回维也纳的机会 但是瓦西特拒绝了 作为加利西亚的总督 他始终坚信 德国优先的原则 他当时经常利用 波兰总督弗兰克 和希姆莱之间的紧张关系 来推行自己的政策 1932年底的时候 瓦西特曾经访问了 德国占领的乌克兰的东部 他亲眼目睹了德国纳粹 在那个地区 所实施的镇压政策 1932年12月 当他回国之后 他马上就给 波林元首总部的马林·鲍曼曼 发送了一封 长达实业的秘密信 批评了德国纳粹 在处理乌克兰人方面 所犯的严重的错误 在担任加利西亚总督期间 瓦西特呢 帮助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居民 组建了武装党卫军师 来对抗布尔什维克 德国在斯塔林格勒 惨败之后 西姆莱就批准了 瓦西特的这个构想 帮助组建了这支部队 4月28日 党卫军加利西亚师 公开成立 那么这支完全乌克兰人 组成的武装党卫军师 在成立之后 一直和瓦西特 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1945年3月 德国政府宣布组建 乌克兰国民军 1945年4月25日 党卫军乌克兰师 正式重组为 乌克兰国民军第一师 宣誓效忠乌克兰人民 那么这支完全由 乌克兰人所组成的 极无意义的武装 直到今天 仍然被乌克兰的 铁杆右翼分子 每年举行庆祝活动来纪念 1944年7月26日 随着苏联红军的潜进 整个加利西亚地区都被占领 瓦西特呢 就寻求解除他 在总督府中的行政义务 希望能够在武装党卫军中 担任军职 1945年1月30日 西姆莱就任命了瓦西特 作为柏林地国安全总局 第一小组的副组长 这个小组呢 寻求利用和合并 弗拉索夫所领导的 俄罗斯解放军 和新组建的乌克兰国民军 形容包括 西姆莱发起创建的 乌克兰第一师 也就是党卫军第十四 加利西亚师 弗拉索夫当时奉行的是 联邦主义 这个概念呢 要求所有其他的 前苏联民族服从他的 总体指挥 这对于瓦西特来说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他无法实现弗拉索夫 和乌克兰分裂主义分子的 统一 但尽管如此呢 瓦西特当时还是加倍努力的 希望二者能够进行合作 德国战败之后 瓦西特一直在 乌克兰国民军第一师 待到了1945年5月10日 他把这支部队 带到了萨尔茨堡附近 从而避免这支部队被苏联红军所俘虏 之后呢 他和一名党卫军的年轻成员 一起成功的躲藏了四年 他的妻子呢 会从秘密的接送点 为两个人提供食物和装备 那么1949年的春天 瓦西特他越过边境 前往意大利 而在临走之前 他最后一次见到了 他的妻子和年长的孩子 1949年4月24日 瓦西特他就抵达罗马 他通过霍达尔主教 就在罗马南郊的 一处神学院 找到了一个简陋的避难所 他改了名字 叫做阿尔菲雷多·兰尔哈特 在他躲避的期间 他居然还参演了一部 意大利的电影 饰演了一名演员 瓦西特一直非常喜欢运动 尤其喜欢游泳 所以呢 他每天早上 都在当地受了污染的一条河里游泳 结果呢 他在1949年7月3日 就出现了黄胆 7月9日 他被送到附近的医院 在那里 瓦西特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 所以呢 他就透露了他的真实身份 7月13日晚上 他接受了霍达尔主教的最后的仪式 然后在第二天早上病逝 那么尽管奥托瓦西特不可否认 是发生在波兰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参与者 和犹太人灭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但他的儿子一直声称 他的父亲是一个好的纳粹 他儿子霍斯特声称 他的父亲反对将其他种族 置于亚联德国人之下的这种种族意识形态 并且坚决声称 他父亲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反犹太主义的演讲 尽管霍斯特瓦西特生成他的这位纳粹父亲无罪 但他的很多说法被大量的证据所反驳 这在霍斯特本人所保留的他的父亲的相册里 还记录着奥托瓦西特和希特勒 西姆莱 汉斯弗兰克 戈贝尔他们的合影 以及西姆莱所赠送的一本书 上面还写着 仅向你的生日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西姆莱 1944年7月8日 那么这些来自于纳粹高层个人的纪念品 也就显示出瓦西特 他身处纳粹党的核心圈子 以及日常运作的核心 作为克拉科夫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瓦西特的名字出现在建立克拉科夫犹太人格都的命令上 同时呢 他还负责管理运输系统 在他的监督之下 这些运输系统将运送犹太人的火车送到死亡集中营 在瓦西特担任加里西亚的生长期间 他负责监督最终解决方案的实施 他到任的第一个月就有75000名犹太人死亡 而且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 在加里西亚议会发表演讲的时候 还盛赞瓦西特的工作 让这里变成了一座令人自豪的城市 虽然这些证据呢 都几乎肯定会起诉 瓦西特所犯下的罪责 但是呢 我们也要看到 瓦西特并不直接 对最终解决方案的莱因哈德行动负责 因为他是文官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当时在德国纳粹政府中的双重行政系统 就意味着 瓦西特他无法控制党卫军 或者是盖世太宝 那么加里西亚地区的党卫军和警察领导人 是党卫军旅长弗里茨卡斯曼 这里不排除瓦西特和党卫军密切合作 来执行这些行动 但是也没有证据证明 瓦西特就直接指挥了党卫军和盖尔泰堡 那么著名的纳粹猎手西蒙·威森塔尔 在他的书里曾经声称 他亲眼看到了瓦西特 亲自监督将4000名犹太人运送到灭绝营 文森塔尔声称1942年8月15日 他在伦贝格也见到过瓦西特 当时呢 威森塔尔的母亲和其他犹太人 正在被装上火车送向死亡 但是瓦西特的儿子霍斯特 又有一封他父亲就在这一天写给他母亲的信 而信呢 是来自于在克拉科夫所举行的一次党派会议 所以霍斯特认为 他的父亲有不在场的证据 他认为文森塔尔是把他的父亲 误认为是党围军的领导人 弗里茨·卡斯曼 1946年9月28日 波兰政府曾经向德国美国占领区军事总督 发出过一份文件 要求把瓦西特移交给波兰 接受大公共无杀的审判 因为当瓦西特领导加里西亚区的时候 超过10万名波兰公民丧生 不过这会儿由于瓦西特已经在罗马去世 所以呢 他从来没有在波兰受到过正式的审判 这让瓦西特在最终解决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 也没有得到正式的定论 那么瓦西特这位重要的纳粹战犯 他人生最后的阶段 就是在胡达尔的庇护之下 在罗马的修道院里度过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胡达尔他在纳粹战犯的逃手网络里 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1999年 意大利的一份研究材料显示 胡达尔曾经在1948年8月31日 起草了一封信给当时阿根廷的总统胡安匹龙 要求发放5000个签证 其中3000个给德国的士兵 2000个给奥地利士兵 胡达尔当时在信中解释说 这些人不是纳粹难民 而是反共战士 他们的战时牺牲 使欧洲摆脱了苏联的统治 当然阿根廷能够接收纳粹战犯 他并不是单单因为胡达尔个人的努力 有很多揭秘的历史档案显示 天主教会实际上深度参与了 让纳粹战犯逃生的这个秘密网络 今后胡达尔主教 他是纳粹战犯逃生网络的主要组织之一 那么参与在这个网络里的其他组织者 还有包括卡洛·彼得拉诺维奇主教 他本人就是乌斯塔沙的战犯 1945年逃往奥地利 后来又逃往意大利 另外还有埃德华·多莫特神父 这是一位匈牙利裔的方济阁会修士 正是他给艾西曼提供了伪造的护照 还有一位是叫做克罗诺斯拉夫 德拉加诺维奇的神父 这个人是克罗地亚的神学教授 在战后他专门帮助纳粹战犯 和乌斯塔沙战犯逃避惩罚 他也曾经参与了很多亲法西斯的间谍活动 冷战期间他被中央情报局收编 他的名字曾经出现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 和60年代初美国五角大楼的工资单上 而且这个人最终呢 是在铁头领导的南斯拉夫获得了豁免 并于1983年在南斯拉夫去世 享年79岁 和所有的逃城网络一样 要运行这样一个网络是需要资金的 那么霍达尔主教 他所组织的这个逃城网络 他的资金来源到底有哪些呢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下一集再见 感谢观看